一分钟方圆脸公主头就成来了 显年小的外发纹理感只需要用到两个小抓夹 方圆脸是真的不适合这种方方的公主头 是不是觉得脸更方头更大了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线中分 然后沿着我们的分界 斜向后画一条线 再取出耳朵前面的头发 我会斜着取一个三角形 取出来的发量会多一些 把它提起来 梳理成一个片状 在下颌角的转折点以内 再去向内拧转 我一般会拧两圈 这样就是圆弧状的了 再用小抓夹夹好就可以了 公主头的纹理感也有了 就不需要用发绳套动了 再看一遍 从分界写向后画一条线 取出耳前的头发 整理成一片 来到我们的下颌角 转折点以内 再去向内翻折 再用小抓夹夹好 两边的头发也是很多的 我还有一个小秘诀 我会把耳前这些小徐徐 卷一个外翻 甲板朝前夹住 转大半圈 直到甲板朝下 定住三秒 再向外横着解开这个圈 能看得出来两边的差别吗 有外翻会氧气一点 不卷的话就温柔一点 两边都卷好 外翻就是这样的 公主头的包包会更饱满一丢丢 这个方法实用又简单 这个发型是随便穿一件 提到好看的程度 赶紧试一下吧 顺便发型改造持续更新